前女F4团员肖亚轩出道短短两年 就因为负面消息不断 肖是在演艺圈 而现在被人爆料 说她沦落到视讯网站上 脱衣跳艳舞来讨生活 而消息传出 时日团长芬妮是立刻做切割 而且还语代讽刺说 祝她成为视讯女郎的第一把交椅 应厂商支邀代言产品的女F4 刚出道时 靠着魔鬼身材一度走红 不过四位团员当中的肖亚轩 现在传出以天使OL的名字 在视讯网站上跳艳舞讨生活 让过去也是女F4团员的Fanny直摇头 我们没有私交 然后也不是朋友 我知道这个人 我其实很想说自作你也不可活 但是我真的不想造口意 但是 她自己知道她在做什么吧 又不是小孩子了 24岁了 不管是切割也好 还是两人早就交恶 Fanny的话说得很酸 其实小阿萱从加入女F4以来 负面消息不断 还曾经因为表演酬劳等财务问题 被人殴打 脸部带伤地出现在派出所 现在又当起视讯女郎 一切的一切都让Fanny不以为然 她都做了 她喜欢这样表演 那就祝福她 能够成为视讯女郎界的第一把交椅 面对过去团员的讽刺和批评 小阿萱的行动电话始终没开机 但也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没有人想要和负面消息 沾上任何关系 明事新闻公众议台北报道